好,玩具TV第26季第11盞 好,竟然記到 今次剛才說了,聽到聲音都知道 我們一開始就要打大佬 好,見到現在封面看到的 就是今次要介紹 不得頂,3-0 再配合這個Mega House 竟然有一個Crossover 就是陪伴著大家成長 雖然我比較年輕 但也聽過這個名字 就是新世紀GPX高智能方程式的 首代雷神 GSX 好了,封套也介紹過 封套就是今次的3-0 和Mega House的新設計 新設計的雷神 在封面上 一開 一邊,我叫裡面的 盒是這樣的,我完全看不到盒是怎樣 是一個很漂亮的 藍色底的設計圖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沒看過我老老老老老老 好像是銀 放到銀的 一個好像切計圖 這樣 不用再開了 不用了 裏面就是這樣 旁邊有他們的車隊 車隊的Logo Sugo 真的要看就看這裏 好,我趁前一點 行不行 好 這次其實整部雷神 是一個頭切尾的 redesign 因為你看到雷神的原設 沒有那麼多黑線 是啊 但這次重新的演繹 就把很多黑線加在車上 令到它的機械感強了很多很多 沒錯,再加上有很多可以說是移印的 好像是水貼那樣的details 令到整部車精細感滿滿 是啊 還有這次的電盜藍 我也覺得它做得很漂亮 電盜藍和電盜紅色那些 這次的表面是否有一點珍珠 珍珠面的白色 其實本身我也想看看阿迪有沒有辦法 可以拍到那個效果 現在其實我們本身手頭上 或者叫眼睛 見到的塗裝 你會見到的是白色 白色其實是珍珠色 在光面打下去 會見到閃粉和幻彩的感覺 不僅僅 你會另外見到這個金屬紅和金屬藍 還有一個黑色 黑鐵色 所以變成整部車 我重申 是整部車 除了車輪之外 因為金屬色和金屬感都很重 沒錯 因為其實始終是一個車的模型 所以這種焗漆面的金屬色 是必須的 是 就是有時候很多 可能之前那個 那個叫做 差不多 那個 就是 Mega House 是不是Mega House 反而色水 就比較 膠了一點 但今次這隻 就金屬感滿滿 是的 當然 如果你真的喜歡原設的雷神 我都覺得你應該是選Mega House 但你想有一個很精密度高 超多內購 還要懂得著燈 多花神玩的擺設 Sorry 這一件 這是唯一的小責 真的 不要說唯一 其實將來我都不知道會不會還有機會見到這一類的責物 有沒有來者就真的不敢說了 是的 其實我們已經鑽了十九幾個圈 現在本身DISPLAY的狀態 就是我們已經把所有機關 開放給大家看的情況 或者我想我們靜一點 等下DIC 可能每一個細節位都近距離拍一拍 就會知道這次3ZERO 帶了一架什麼雷神給大家 好的 或者又 車頭開始慢慢掃 其實我們要不要動 看到本身這個SOGO的LOGO 以及就著一些灰色的 那種珍珠色的那種塗裝 再加上一些很精彩的移印 你會見到本身的反差都很大 是的 而且這次3ZERO這個設計 其實很大膽 因為本來其實雷神是白色主要配色的 其實是沒有這些灰色的 即是高達系的那種RG那種玩法 他那種是有少少特意做少少灰色下去 令到他那個層次感 對比的情況是會更強烈 沒錯 但是如果處理得不好 很容易覺得 搞什麼 所以其實把RG或者高達系的那種配色方法 組合加進去雷神 而本身坦白說雷神 大家都知道是誰設計的 即是你玩開Macross的話 就不可能不懂的 所以變成那種機械感加進去 其實真的不行 還有現在剛剛這個位置 剛剛Degas zoom了過來 這次也很感動 我們有一個可以移動的封建車人一個駕駛員 因為之前那個牌子 或者我們以前玩開的車仔 它是有一個人仔配給你的 但是就是不能移動 而是沒有色的 只是可以站在車旁邊 但是這次這個就不同 它是火動再加上是有顏色的 怎樣不同呢 其實是不是都要請車人下車了 因為我很想 稍後一會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其實車身或者內隆 駕駛艙或駕駛室 有什麼的 gimmick可以給大家看 不過首先先玩了封建車人 這樣就安全一點了 你會看到本身其實它除了上色非常仔細之外 是可動的 這個真的沒得受 當然你說有沒有什麼要吐槽或者研究後悔 絕對有 是 你還給我車人的頭 是呀 這個我想真是 我們希望下一屆會不會有呢 是呀 給一些聲音 但是年齡上都近的 差不多 看看你真的是不是去到先那裏 應該去不到 因為那個始終還是在高智能方正式的天板裏 沒錯 就是下一屆超級雷神 你都欠了一兩年應該都還用到頭 沒錯 沒有再希望啦 是呀 那就是Chris的師兄 是呀 誰的師兄 Chris 謝謝Chris 本身的頭盔著色很漂亮 左右上下都有可動 當然啦 今次這個肩膊位就用了一個Ball Join 所以變了向前向後 上下都OK 向外壓極限的 但是多一句 你現在不是在玩Irman 所以沒什麼所謂 這隻手是可以動之餘 不如是可以換的 不過我這次不打算換了 免得搞那麼多 是啊 怕不見了 這些地板真是很差的 是的 貌錢賠 好了 另外 你不要以為一個小小的figure 是不可以踢腿 他是可以的 還有本身因為要塞進車身 車籠裡面 看到駕駛室的位置 所以變成他的腳的可動性 都是去到這個膝蓋 是絕對做到90度的 所以剛才你見他在車裡面 坐得這麼自然 就是這樣 還有呢 這次我覺得他這個手肘位 他沒有做可動 其實都OK 因為你看到他這裡其實很漂亮 是呀 那個移印印花 就是那個 他們車隊的名字 那如果這裡 你打開了 斬了一個 可能就 破壞了一個格局 破壞了一個格局 其實都不太需要 做那麼多動作 都是站著 站著 站著不是開車 站著我覺得 這樣也很自然 沒有什麼問題 是呀 就是你開他的頭 就是呀 好 謝謝封建車人 是的 但是他老婆什麼時候出呢 我不是說 我還有很多車 先那時候 你出他老婆就對了 誠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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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人妻 那時候 我們現在就慢慢試一下 拍不拍到裡面的車的內隆 其實這次都很精彩 如果要拍內隆 我想不如做事 可能要亮燈了 好 另外這次 FREE SEAL 這架雷神的最大賣點 誒 等一下 我們現在大家拆開一下 我只是按了一下 按第二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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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到 現在就亮燈了 一下 記住 這裡是有三個按鈕 現在我們在用第一個按鈕 就是控制著車頭的 第二下 不如第二下的意思是 按第二顆按鈕 就是 控制車籠裡面的駕駛室的 怎麼看 慢慢 去著 去著 好 現在有二百六十幾萬人在看 厲害 我們現在每次都超過五百萬 是 記住 第一顆就是車頭 第二顆就是車籠 第三顆 第三顆 登登 就是那個 窩窩 沒錯 升壓窩 就是這裡 死了 不過 不僅是這個 那麼多 我們又回到車頭 好忙 對 好忙 第二下 是否有斬 呼吸燈 對 就等於好像是死火燈 還有車尾 謝謝 哇 那就不同了 第二下 你看 是啊 它是 神經病到連裡面的車籠 都是有那種 呼吸 或者是斬燈 斬燈 那種效果 最棒的是什麼 雷神本身都斬一下斬一下 作為一個軍用的電腦 好厲害 第三顆 第二下 好了 就是這個車尾 大家留意著 其實我看到這裡的光 都看到 對 但是就還好 好像還有 在這個位置有燈 沒錯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最漂亮的 擺Display 即是搏到長電的話 每個掣 去按第二下 就是這個斬斬斬的模式 這個我覺得最棒 是啊 我們不如就這樣介紹一下 好了 其實車本身 你按第三下就關掉了 記住是三顆掣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實的 剛才說了 有什麼可以拆 可以揭 可以玩 這塊板呢 側門 不過我要關掉 應該是關掉這個定封液 是的 另外拍到這邊的油缸 又關掉 油缸角向下 是嗎 向上向下 不好意思 另外就 關掉這塊 關掉這個 封蓋 這塊板 然後應該是門 可以按回引擎 這個V10 V10的升壓窩 是的 另外兩邊的門 好像是不知如何 推一推速 應該是要拍進來 應該是 關掉再拍進來 好了 最後就是車頂了 好 好 搞定 漂亮到爆 不過呢 跟觀眾都說一說 因為剛才我們在玩之前 都試過開這些位的時候 要有一個順序的 是的 這個交給你介紹 一定要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門 是會有少少頂著這個蓋 如果你不先打開門 而你硬開這兩個蓋 你就出事了 你就會招了 就會啃到前面的門 可能會撬爛 所以一定要先打開兩個門 再打開這兩個蓋 這個車頂也是 因為如果在這個位置 你硬撈它 可能會刮花油漆 可能你開完門 因為旁邊有個位置 可以整個揭起 整個在旁邊的位置揭起 這樣就會避免說 你用些東西硬撈 就出事了 硬撈 這樣就撈花了 就真的沒有人說到你了 所以其實本身 這個說明書沒有特別說 不過我強烈建議 那個次序 第一 你用那個鉗 你沒有辦法 就把這個邊位 等它這個蓋 有少少凸起 你才用鉗 你才能起到 這兩個要起 其實第一件事 不計算這兩個檢 你要移動的話 就移動這個車門 車門你要拉出少少 才揭起它 你才可以做到揭門的動作 因為是拉出色關節 跟著就好像Ricky說 才起這兩個蓋 這樣就會順很多 最後你才移動車頂蓋 車頂蓋同樣 你要拉高少少 因為你會看到 本身它的關節 其實就是在這裏 架位 所以你要揭高 好像 像麥克羅斯的 那些 那些 才揭起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多謝Ricky師兄 多謝Ricky 多謝Ricky 所以這次 介紹這輛這麼精彩的雷神 就到這裏 我相信 接下來 往後 這次我覺得都挺成功 雖然價錢不貴 價錢也不便宜 但是 它給足夠你的兩叉幾 因為這輛車 好像是官方的定價 是2500元 是的 好像聽聞有些消息 咦 它的下一代 超級雷神 嗯 有機會 很大機會 我覺得其實這次 這麼成功 應該都吃完了 很大機會 是會出的 所以如果你是對雷神有興趣 買定這輛 對 就等它下一輛 超級雷神 AKF11 哇 大哥 玩一下 Gatland 還有黃牙 哇 新雷神 哇 我要買血了 新雷神 AKF 哇 都是那句 祝大家好運了 我免疫 最後見啦